Hello 大家好,我是CCCLAIR 光源图 那今天呢,就是有特别教学 好让我对讲下 OK好 那今天呢,要教大家做的是自制的模型 那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有点丑啊,你看里面 而且它臭臭的,因为是用silicon做的 然后它差不多是这样,那这个是覆盆煤 另外一个,它有点丑 你只要trim一下,就是要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们找不到翻土模 或者是amazing模普提斯,我就自己做 对,那我看了它做法蛮简单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今天要做的是oreo的,对 那你可以找任何你想要的 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做这个 自制的模型所需要的材料 有一个这个搅拌棒 对,可以用任何纸 然后呢,一个容器 那这个容器有点脏脏 因为我用来做另外一个 好,那我看一个好了 那你用这个吧 对,我用这个 然后呢,这个是一束束粉 对,那你可以用任何的粉啊 很像面粉啊,代替 因为这个只是要让它比较好握 握,握起来就没有那么粘手 然后呢,这个 然后呢,这个是 亚克力颜料 对,那我用的是clear的 那你可以用白色的 white silicone 比较好 然后呢,这个是 亚克力颜料 任何你想要的颜色 然后呢,这个是 量纸 我要用的是 我看我不要用太多 因为太多就会像这个 刚刚给大家看一下 你弄太多的话 你会像它这样子 因为粉粉那样 对 可是它做起来还是flexible 它可以凹的,给大家看 好,那这样子 我要用先介绍一下 这个1.25ml的量池 这个是一个oreo 对,你可以先自己想要的 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婴儿油 好 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模型呢,它是可以after 对 好,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开始吧 我先呢,先拿出这个容器 然后我们就先滴几滴的婴儿油 不用滴太多 好,滴两滴好 好,哈啰,要买一件了 对 那就这样子 就给它弄到 就是要给它全部都有 用到那个婴儿油 对,它就不会 说粘在罐子 之类 好,那个那滴到我的手 那滴到手的话没关系 你可以查 那我不要建议大家 不建议大家用那个实用的油 因为我怕会引来唱 哦,不唱 蚂蚁啊,蟲蟲之类的 因为我这个人是没有用过啦 好,这是 那我们给它 弄到满间 过后呢,我们可以拿出这个 这个 嗯,这个是会有点臭臭的 对,好,等一下哦 那就是我们在按饭屏之前 你可以挤多少你想要的 多少都可以哦 好,那刚刚我们就去厕所挤 因为它 超级超级臭的 对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silicon 是不是这样臭 的话我不太清楚 那其实这个分量好像有点少 因为它很难挤 对,看一下 真的真的 很臭的 对,它不够的话 我想看一下这个分量 嗯,因为它一个oreo很大一下 那我再挤多一些好了 好,那我挤多一些 嗯,还会到哦 超级刺底的 超级讨厌这个味道的 好 那我现在就 呃,好难开 好,那就是我们家的这个 婴儿油加了这个 臭臭的silicon 过后呢,我们开始 一定要调色 哦,可是我是看影片的 还是这样 就是我也不确定 好,那我先 拿一个珠串 哇,好难拿 那你记得 如果你要摸这个silicon 的话,你可以准备一个手套 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提醒大家 这个颜料的沾多一点 不然它是 根本调不到色的 对 然后呢,这个单手套 因为哦,它黏手 它蛮黏手的 它有点像那个 老鼠粉一样 对 对 它黏手的话 就很难脱掉 你就必须 等它干的时候 才拔掉 那我个人是 没有挺过它干 因为 我怕它干 都拔不掉 所以我就直接 还没干 就去洗掉 对 啊 那我们就是 调色 就记得调多一些些 不然的话 它调不出颜色 好,然后我们用搅拌吧 这样所有的这个Cicron 集中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这样子先调色一下 那你就记得 别浪费 对 这个蛮贵的 那我在Mr.DIY买一个便宜 因为 就是 这个Cicron呢 其实我不懂之前怎么讲到 就是你可以在五金店找到 对 我只知道英文的Cicron 其实我不懂话文 它是来 噢,臭臭的 这个是来粘桌子啊 的缝之类的 对 好 差不多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加一些些这个粉 这个是 好 其实我要给它便宜吃了 好 其实我要给它便宜吃了 大概一堂食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拿我们那个搅拌棒 好 这样子给它掺住 噢 就别弄太多 好 那喷到完整 对 那记得别放太多 对啊 不然的话下场就够了 之前的那个失败的模型一样 那这个呢 之前我们做那个有点小失败 就是 这个 一五一分 加太多了 然后就不会给它们那么丑 好 就不会给它们那么丑 好 那我现在拿 好 就一个竹创 来 弄掉上面这边 嗯 这边也是一样 对 就是尽量别浪费 对 就是你在买的话 很贵 对 对 好 那将它弄到一起 好 那我个人是没手套 所以在无可奈何的笔下 我就只要用 手 噢 好噁心 好 那我们就是要将它 柔圆 或者是你可以用 啊 用脚棒棒 之类的 去弄 对 随便塑形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 哎呦 我的手好肮脏 那我先将它抹掉 先 然后呢 你可以准备烘培纸 或者是 任何 啊 好噁心哦 任何的那个 呃 垫 对 就是你不要的垫 你都可以拿来垫 因为我们要将它拿出来 好 那我要抹一下我的手 就是 即噁心 对 好 那我随便找到一张 噢 sorry 一张不要的纸 然后将它 啊 好噁心哦 好噁心哦 可以看 受不了这种噁心的东东 好 然后随便找个 任何一个 不重要的角色的东东 来将它压扁 不然这个会不会黏住 好 那我可以再撒一些 一米粉 好 那将它放过来 啊 又弄到了 好 再沾一些 它很像 有点像煮饭这样 这样一些粉粉 它就没那么 噁心 其实我沾太多粉的话 等一下你做那个东西也是一种困难 所以呢你等它干过后 你可以拿去洗 你要确保它是干的 你就可以拿去洗掉那个粉粉了 对 那你不要现在我这样做 做那个粉的粉呢 我每次都有一点 困难 对 然后我们将它压扁 耶 很像面图诶 好 这个有点脏脏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饼干 记得哦 你压了这个 压上那个东西过后 绝对不要再撕那个饼干 对 好 我先放这个下 那这个有对焦 好像黑黑黑的 好 那我看一下 这个不好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错 我觉得这里面不错 那我先筛选一下 好 那我要清理手一下哦 好 那那么多中间呢 之间 好 不是中间 那我就选出这个 对它的纹路比较明显 好 那我先刷掉那些粉粉 找个不要的笔刷 也可以刷掉那些粉 好 你要想 噢 它竟然是裂掉的 好 那我就换面子 好了 就算说 这样觉得很浪费 那你就是 那我就是 那我就是 没办法 对 然后你记得把它的 上面那个 食物东西 也拔掉 好 那我这个就留在 那个oreal 不要的oreal上面 那我就就必须 将它抹下了 不然你做的可以剩满 steep的oreal 是什么粉 都可以不要 你不会摸过米粉的 好 好 可以了 那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也是ok 然后再翻过来 你就要压到一点点 然后呢 就是去把那个黏土 欸不是黏土 这个silicon都有压到这个 oreal的模型 对 下次我会做一个 比较 小的 minioreal 对 然后修行一下 好 等它干呢 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教学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拜拜